现在的孩子真的也是很可怜 一步走错就烦恼不断 怎么样能够走出低谷 怎么样能够抓住人生的机缘 并不是说抓住机缘要贪名贪利 而是要好好的学佛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奴隶奴法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 希望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奴隶奴法的 在人间的生活 所以一个人要看到光明 要看到前途 要破除自己的障碍 首先要破除自己心里的障碍 破除自己的烦恼障 一个人如果不能破除自己心中的烦恼障 永远跨不出这个五欲六层的红尘之中 所以红尘滚滚的 把人都滚得来 家都不认识 找不到家了 找不到天上回家的家了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就是要懂得 珍惜才会拥有 失去是因为你没有珍惜 拥有了是因为你珍惜了这件事情 你才会拥有它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来跨越自我 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就是你做人还不到位 我是你不忍睹了 我没听到我 不忍睹了 我没听到他 必须不忍睹人 你什么 我没听到我 我 我不想